汽车整个车身最为消耗的零部件是哪个? 毫无疑问,轮胎为其中的一个,作为经常出入各种地段的轮胎,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磨损。 汽车轮胎应该如何保养? 这一切看似未知的事情,其实背后都有它的答案,那接下来就随便帮小编一起看下汽车轮胎如何保养吧。 如何保养汽车轮胎? 简介时常要关注轮胎的胎压。 轮胎的胎压其实是直接关系到在车子行驶过程当中有雨与地表的摩擦。 而对于轮胎的磨损,如果保养不好,那就会直接造成补轮胎,或者换轮胎频繁了。 那样对于养车哪里还谈得上经济? 多关注轮胎的胎压,做好不要让轮胎充气过足或者太少,这样才能大大减少爆胎的可能。 减少了爆胎,甚至不会凸现爆胎的话,那就不会给我们养车带来这额外的支出了。 轮胎多久更换一次对于轮胎的使用寿命是多久,目前还没有权威的说法。 轮胎公司建议都是使用3到5年,根据磨损程度进行更换。 但是很多私家车一年的行驶里程才1万公里左右,轮胎的磨损比较少,真跑到胎面花纹磨到该换的程度,要期。 8年以后了,而且轮胎出厂日期,出厂短时间内,橡胶的奶磨性能强,一般过了3年后的轮胎磨损快。 另外很多4S店建议是3年或5万公里更换一次轮胎,注意避免行驶糟糕的路况很多时候。 对于许多车主来说,开车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时,在行车的时候,要根据路况的好坏,而采用不同的车速。 这个相信也是很多车主们都明白的。 在这里还要提醒是因为,当做好这方面的注意,就会很大程度上减少堆轮胎的过度磨损,也会大大延长了轮胎的使用寿命。 如何保养汽车轮胎? 注意事项有关轮胎的小贴士,使用过程中出现以下5种情况需要更换。 1. 轮胎磨损至磨损极限标志时必须被停,只使用极胎面花纹深度低于1.6mm。 2. 轮胎老化,例如,胎面花纹沟底或胎边有无数的小裂纹,就需要及时将此轮胎换下,不管是新胎还是旧胎三。 胎面变形或胎身损伤的轮胎,缺气形时造成胎侧被碾压受损的轮胎。 被化学品腐蚀的轮胎不得继续使用4,孤包轮胎不得继续使用5,其他受损若影响轮胎使用安全也不得继续使用汽车轮胎。 作为一种消耗品,我们一些不规范的驾驶习惯会造成汽车轮胎的不同程度的磨损。 我们一定要定时地对汽车轮胎做保养。 汽车轮胎应该如何保养大家有没有学会呢? 好了小编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